男人以为妻子是盲人 所以新婚当晚洗澡不关门 我抄 难道今晚要吃婚 收起你那点小心思 就算得到我的心 也得不到我的人 随即抢了老婆的床 你要和我睡一张床吗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只要你不怕明早长子留一床 我擦这人好可怕 所以我为啥怀了他的宰呀 女孩本是帝都豪门千金 一招破产沦为瞎眼盲女 现在又被举国文明的恶哨盯上 可让我抓到你了 一个瞎了眼的女人竟爬上了老子的床 但我保望可不幸 这世上有打不掉的台 完了 这声音是 室内晚的那个男人 保望 原本是首富保家长孙 五岁因一场车祸被卖给了人贩子 二十岁回归保家 但成了举世闻名的活颜王 所以我怎会惹上如此变态的疯子 疯子 你可说对了 毕竟我还没见过女人的内脏 应该比男人的秀气点 完了 看来这风梯要活过了我 可是陆家满门被灭 六个哥哥生死未卜 自己又怎能先死 想到这 女孩握住了冰冷的匕首 你可以嘎了我 但不是现在 若非要现在呢 关键时刻管家传话 少爷 老太太打来电话 让您明日后和陆小姐完婚 保家的孩子必须堂堂正正出生在保家 可是我疯了还是老太太疯了 算计到我床上的女人还配进保家 老太太说了 少爷若是不同意 他会直接和老爷子一起掉死在你房门前 被甩开的间隙 一道强光刺入眼睛 怎么回事 我的眼睛恢复了 慌乱的心情没有丝毫平护 老太太已经定下日子了 那好 就如你所愿 婚礼当天 如露之灵所料 没有新娘只有新郎 旺仔真是越来越不把我老太太放在眼里了 大婚的日子还在外面瞎搞 哎呀老夫人您别气 说话的女人正是旺仔的二后妈 国旺瞎搞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反正今天的婚礼也只是走个过场 老夫人不就是担心那女人肚子里的虫孙吗 所以 只要她不闹就成 评论区打出我的小成就 2023就可以出发隐藏特效 快看看你的2023都有哪些小成就吧 晚上 老夫人不回来正好 我也不用一直端着了 瞎了五年 真没想到眼睛恢复后还要装下 那封屁不回来正好 抬起手 两个不知名的百剑映入眼帘 陆志玲回忆着这小百剑的来历 婚礼前的一天 她被薄家安排在一家疗养院 很好 看来陆小姐已经做好 成为薄家大少奶奶的准备了 陆志玲觉得可笑 明明是被强制关起来 现在见我不逃不喊不求救 就认定我贪目虚荣 关键是我逃得掉吗 陆小姐 这是婚前协议 你们的婚姻只能维持到哺乳期结束 陆小姐我就实话实说了 要不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像你这样直接把仙人跳摆在大少爷头上的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消失 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是被别人陷害 可再次解释又有什么用呢 我要外面那些孩子手中的玩具 你能搞过来 我就签字 想到这 陆志玲叹气 他们一定以为我疯了吧 但他们又怎会知道 如此一个不起眼的小狗 却是当年爸爸花费天价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陆家没了 如今我连一个玩具都要靠薄家才能拿回 失明了五年 如今重见光明 她就得换一种活法 她要从灰烬中重生 睡梦中 又是相同的梦境 陆家这一代生了整整六个臭小子 才等到我们小七这一个宝贝女孩 都得给我宠着 小七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 哥哥们去给你出头 将来谁掌陆家 陆小七说了算 小七想掌管陆家 那所有人都得靠边站 小七快来 尝尝哥哥们亲手做的点心 幸福稍纵即逝 再次眨眼间就是漫天大火 不要再烧了 求求你们快逃出来 陆志玲一下子被烫得从梦眼中醒过来 再次睁眼 还是冷冰冰的心房 另外一边的博望 玩耍还不忘记打听老婆的动态 旺哥已经仔细调查过了 陆家灭门之后 陆志玲就被曾经的风管家收养了 但风管家的儿子风潮真的是猪狗不如 不仅每日虐待嫂子 为了赚钱 还使用仙人跳把嫂子送上了您的床 经调查 陆志玲在那晚之前和之后 没有和任何男人发生过关系 所以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您的 所以旺哥 要不要给嫂子报个仇 嫂子 嫂子 一口一个嫂子 我还以为这生育工具给你发红包了呢 完了完了 人以为旺哥对嫂子是不同的 看来我还是多想啊 我错了旺哥 就是看资料觉得嫂子 阿呸 觉得陆志玲很无辜 男人眼中没有半分同情 你要知道 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没有人会一直无辜 第二天一早 大少奶奶 你醒了吗 你怎么自己都换好衣服了呀 我只是眼盲 不是生活不能自理 不过眼盲的人做这些 确实不太方便 一边说着 女人一边抬手 露出故意撞出来的红痕 表示自己在自理的过程中 还受了点磕碰 符合盲人的状态 丸子头有些震惊 你受伤了少奶奶 你有宝宝了不能乱动啊 小伤 回头你帮我找根手杖 我就不会伤了 薄家绝非等闲之地 要想不被注意 我恢复势力的事 就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毕竟 什么人会忌惮一个瞎子呢 手杖的事交给我 大家的眼睛 止不住的往陆之灵身上挑去 有好奇有轻蔑 有绩效也有同情 丸子头赶紧打圆场 大少奶奶 你别听他们乱说 你是老太太 亲自定下的长孙席 好日子在后头呢 别担心 我不生气 仅此一句话 浮生又愣了 这气度 这美貌 甩那些长舌腹十条街 陆之灵微微一笑 消息闭塞如他 也曾听闻薄家人口众多 关系复杂 想必待会就可以见到 薄家家主身边的那两位了 一个是著名女星玉云飞 生下一子一女后入住薄家 另一个则是薄先生的秘书夏美琴 野母凭子柜踏进豪门 这两人争斗多年 却谁也没能成功上位 还没见到传说中的那两位 一只足球就精准地砸了过来 又被陆之灵精准地躲避 滚出我家 刚刚那球怎么没砸死你 大少奶奶 这个是小少爷 这小祖宗可是个混世魔王 还是别惹到他 这边小男孩气得咬牙 朝着陆之灵冲过去 把腿横在他面前 还示威地瞪了江福生一眼 要他别多管闲事 臭女人 仗着大肚子逼我大哥娶你 真是不要脸 丸子头脸色苍白 担忧地看向陆之灵 再向前走一点走一点哦 要绊倒了要绊倒了 绊嘎你这个臭瞎子 只见陆之灵抬起腿放下腿 一脚狠狠踩在小小的脚背上 一瞬间 杀猪般的惨叫瞬间传遍整个厕所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 你猜我儿子做什么 机智鹿假装才反应了过来 对不起 我看不见 是有小朋友吗 小朋友在哪呢在哪呢 紧接着再次若无其事地踩了上去 看着夏美晴着急的背影 浮身慌了 这可怎么办 少夫人你误伤了小少爷 被夏夫人盯上骑马要脱层皮 夏美晴在薄家的地位比伯望更高吗 怎么可能 大少爷可是老太太最疼爱的孙子 陆之灵眼神中都是精明 那更好 我既然嫁给了伯望 自然要物尽其用 之灵 来坐这里 猜得没错 这应该就是薄家家主的另一位昔日大明星玉云飞了 还记得我的声音吗 我是你玉仪 别害怕 刚刚不是你的错 是小珍这孩子太过顽劣才自食恶果 就是你夏姨平时太宠孩子了 为了孩子不顾一切 不过你也别怕 你夏姨要真敢回来 玉仪我不会不管你的 那边谢谢玉仪了 玉云飞见她只知道吃不惊醋了醋美 心腹出来乍到 被食伴子被长辈刁难 她就一点不委屈不愤怒 还吃得这么开心 国王这是取了根木头进门吧 如此和太太们打完招呼之后 接下来就该惩治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了 很快 陆志玲就来到了医院 两人刚走过拐角 旁边的门里就传来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 薄先生 记得按时服药 应该很快就会好的 陆志玲现在对薄这个字敏感 闻言不由的侧目看去 难道是薄望 算了 江北城这么大 姓薄的也不止薄望一个 我们走吧 紧接着 两人来到了618号病房 病床内 一男一女缠满绷带式的躺在床上 看到来人是陆志玲 风筝立刻激动跪下 小姐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老爷夫人啊 陆志玲没有说话 只是静止走到了病床前 一边床上躺的是蜂巢 另一边是当初和蜂巢一起害她的花瓶 怎么啊 看到我还好端端的活着 很意外 还真是感谢你们一手策划的仙人跳 我现在已经是薄家的长孙喜了 狗男女健壮都吓呆了 不忘那个活颜望怎会放过他 没有多余的话语 陆志玲在半空中拉长手杖 对着对方的要害就是六百一十八棍 刹内间 厨房里惨叫声连连 江福生则是叹为观止的 看着这一连串的神操作 大少奶奶分明就是个天使面孔的恶魔呀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晕过去了 真是不惊打 风筝依旧一脸凝重 小姐打得对 这处生该打 也怪我识人不清 竟让他折磨了您这么久 都是我的错呀 陆家在我最落魄时收留了我 但我恩重如山 您是他们捧在手里的宝贝 但我却让您遭受了这些 所以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给先生太太在天之灵一个交代 您怎么给我交代 嘎了他们再自嘎吗 您怎么会猜得到 风书 我太了解您的性责了 可我不赞同您这么做 我收集了不少证据 送他们去采缝纫机吧 风筝自责不以痛苦至极 不够不够啊 小姐 一个风潮 不值得您付出后半生 可这样 您这五年来受的苦该由谁来偿还 陆之灵拍了拍男人的肩膀 那就由您换种方式来偿还吧 风书 我要重振陆家 可我毫无根基 总要有人帮忙 你能帮我吗 帮您 突然 风阵发现了异常 小姐 您的眼睛 是的 我能看见了风书 话落 身后的浮声直接闪了 大少奶奶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我只是一条没梦想的嫌疑啊 文言 陆之灵一步步走了过去 你既然听见了 那就没办法了 谁让你一直贴身跟着我 我要做什么肯定瞒不了你 压迫感扑面而来 浮声被吓坏了 你不要过来啊 我真的会咬人的 话落 丸子头就晕了过去 陆之灵有些无奈的 暗了暗太阳雪 怎么一个两个的 都晕过去了 我有这么可怕吗 一周之后 陆之灵已经开始了 她的新事业了 茶水的新香 不在茶叶多好 而在泡茶手法 你跟我学了这五日 进展如何 呃 大少奶奶 叫我陆之灵 哦陆之灵 虽然泡茶的步骤都学会了 但我泡的茶味道 还是很难喝 慢慢来 你已经学得不错了 好吧 她还是那样优雅 就像那天在医院 她安静的 向自己解释 所有的事情一样 我庄下不是为了 在薄加牟利 只是不想惹活 徒增是非 作为陆家的未亡人 我打算将陆家的 老物件一一收回 重振陆家荣光 如果你帮我 我自然会给你 相应的报酬 我能拒绝吗 不行了 毕竟你已经知道了 我的秘密 所以我果然是 上了一艘贼船了 想到这 福生提出了意见 我在网上查过了 你们陆家以前 是帝国之首 家里的东西 全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以你现在的财力 恐怕连根筷子 都收不回来 总要试试 才知道行不行 陆家二十三口人 我是收不回来了 我能收回来的 如今就只有那些 连旧日温度 都已经消失的老物件 说到这 陆志玲突然转移了话题 先不说这些了 我让你打听 不忘你打听出什么了吗 你说大少爷啊 就和外头传的 一样暴力乖章 不过薄加内部 倒是有些古怪的传言 据说大少爷 五岁出车祸时失忆了 兜兜转转 被一个屠户收养 那屠户却根本不拿他当人 吃的都是烂菜和下水 还要成日成夜的干活 白天要宰杀清洗牲畜 晚上就 就像带宰的羊一样 把双手双脚绑着 扔进狗笼里睡觉 有时甚至和 包了皮的羊堆在一起 陆志玲顿了顿 看来这家伙也挺惨的呀 是啊 没准大少爷 就是因为受了这些摧残 如今才这么适血 不过你竟然打听大少爷 难不成是为了和大少爷 搞好关系吗 毕竟连宝宝都有了吗 你想多了 我也只是想在这段时间 得到我想要的一切而已 还有你说 老公一个星期没回家 我这做老婆的 是不是应该关心两下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某高级会所 少奶奶 我已经打听过了 今晚黑桃举办 王和公主的选拔总决赛 那些富豪富婆 都会过来给自己的小情人撑场面 有钱人多得很 所以咱们得查业不愁卖了 不过大少爷 虽然是这里的常客 但今天貌似不在 他的圈子赚钱了 刚进门 迎宾就递给陆之灵 两朵白色的花 少奶奶 这个是总决赛的投票花 倒是你支持哪个牛郎之女 就把花贴他身上 牛郎之女啊 还真是好说法 一到大厅 浮生就看到了老熟人 季静 季家二少爷 整日狐混的富二代 薄望的众多小弟之一 季少爷好 嗅觉敏锐的男人一上来 就注意到了一旁的陆之灵 美女 要不要一起玩啊 季二少爷你可真有眼光 她呀可是老太太 最喜欢的煮茶室 不如让她为二少爷 煮杯茶吧 一句话就是 黄毛出了一身冷汗 好险 差点就得罪了 薄家老太太的身边人 那正好 就替我抛杯茶吧 正好头有点痛了 包厢内 小弟们很快就被 浓郁的茶香吸引了 季二少爷 请吧 不喝不知道 一喝还真的吓一跳 不愧是伯家 连煮茶室都非同反响 才喝一口 我这酒都要醒了 小福生 这么好的茶给我一些吧 我给我奶奶带些回去 甘说不说 这正如陆志玲所料 我今天带的茶叶不薄 送礼可不成 大家如果有需要 尽管到龟七楼 找风阵风老板买 机智路见到目的 已经达成甚是满意 赚钱的确很难 但贴着薄望的圈子 赚有钱人的钱却不难 只要今天打响 龟七楼的名声 以后再赚这些公子哥们的钱 就不是难事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我去下洗手间 回来我们就离开 走廊里 陆志玲听到了细微的声音 他下意识地转头 一个绝美的声音 以及一个精致的侧脸 阴入眼帘 我去不是吧 男人也可以这么妖精吗 这应该就是 福生所说的牛郎吧 看着身材相貌 八成还是今晚压轴的极品 是谁 男人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是错觉吗 陆志玲评住呼吸 没敢说话 好险 这个人的眼神这么灵敏 看来还是个 见过大浪的牛郎 福生说这话代表选票 反正我们也不会留到总决赛 干脆就送给他吧 希望他今晚能拿下第一名 成为黑桃会所 名副其实的王 一小时后 宝嫂 今夜牛郎之女的总决赛即将开始 感谢您赏光 上座已经准备好了 您 话还没说完 男人就注意到了 门上那一抹鲜艳的绿 这是谁放上去的 给我查 一瞬间 会场所有的人都被抓了过来 博望有意无意地 转着手上的房 经理吓坏了 宝嫂 您的套房是VIP专用房 走廊并没有安装监控 所以监控无法查到 所以到底是哪个狗仔子 竟然敢大包天道 把宝嫂当成牛郎打赏 说吧 博望就注意到了 视频中的蒙面女 这又是谁 寂静也吓坏了 宝哥我知道 这是你家女佣小扶生啊 她今天过来给你送茶来着 旁边那个是你家老太太 身边的主茶师 茶主的特好 主茶师 我家的 有点熟悉啊 我倒要看看 是哪只狐狸敢算计我 走 回家 一回到家 陆志玲就看到了 满客厅的画作 少奶奶 这些都是少爷小时候的话 听说大少爷小时候 试成名字长老先生 三岁学画 四岁开始就频频获奖 画作到处展览 可大少爷回来后 就再也画不出一幅画 老太太可伤心了 画落 丸子头就收到了寂静发来的消息 完了完了 少夫人 刚才接二少爷说 大少爷今天在黑桃会所大开杀戒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 把大少爷当成牛郎了 还把两朵投票花贴在门上 大少爷当场就发飙了 文言陆志玲才反应了过来 贴在门上的投票花 难道是我贴的那两朵 难不成我以为的牛郎 其实就是国王 完了 唯一一次面对保望 是我的势力还没恢复 根本没看清他的样子 没想到这次竟然误打误撞闯户 所以复生 这是很严重吗 当然了呀 听说大少爷在北港那边 当打手的时候 被逼着做过牛郎 大少爷当时被几个大朗爷们 按着头送进富国房里 可是后来 动他的那几个人都被抬出来了 个个满身窟窿 那包房里的番茄汁 擦了三天都没擦干净 所以这次这是 也不知道是哪个狗胆子做的 但这人绝对死定了 陆志玲这回算是听懂了 这已经不是误不误会的事 是他踩着保望阴影 在蹦迪的事 福生你猜 我们的两朵投票花 现在在哪里 不是在你身上吗 等等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 你就是那个狗胆子 那你还是现在就逃命去吧 容我吃颗葡萄压压经 我看他和台上的人一样 穿白衬衫 就误会了 容我吃个樱桃 苹果桃子芒果 继续压压经 你说 保望对人这么绝 难道就没有例外 对自己心爱的人 才有偏心和例外 可你 我觉得有点悬 对心爱的人 才有偏心和例外 那对心爱自己的人吗 没有偏心和例外 能有几分宽容吗 没有宽容 至少不会以敌对的姿态 去审视吧 鸡之鹿淡淡一笑 我有主意了扶生 你配合我做一件事情 这边男人刚到家 就听到了一番有趣的对话 大少奶奶对不起啊 你让我带着茶楼的主茶室 给大少爷送茶 我没办到 他不在那里 又不是你的错 我的关心只会让他不舒服 可是大少奶奶 全家人都说你账度攀附 可我怎觉得你喜欢大少爷啊 男人文言有些疑惑 喜欢还真是可笑 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他了 小时候学画画 我在网上看过一幅 名为出生的画 我当时就被吸引了 吵着要拜师 可后来才知道 这是薄家长子画的 他也还只是个孩子 于是便吵着 吵着什么 吵着要嫁给他 这勾搭的路子 倒是别出心裁 不看脸不看家事 看上画了 男人一脚踹开门 好啊 那你就说说 那幅画怎么让你非我不嫁了 男人声音中全是嘲讽女不幸 就是觉得画很有趣 没见过鸭子生蛋 说罢男人就注意到了 桌子上的水果包 见过 但你画中的更特别 那幅画里小鸭子 在颗里第一眼看到的 是海边的日出 听到的是角落里 一只鸡蛋的破裂声 远处海滩上 还有一只小小的蟹钳 从沙里冒出来 应该是一只小螃蟹 望在一边听自家媳妇瞎颠 一边测试媳妇的眼睛 而鸡之鹿还在笑容甜静地 继续说着 切没意思 真瞎子啊 看来黑桃会所的人不是他 匕首掉落的声音 惊动了沉浸在故事中的女人 平幅画就喜欢上我了 到现在 陆之灵才算真的明白 国王最可怕的地方 不在于他做过哪些恶事 而是他醒入不形于色 让人根本无法判断 他此刻的心情 不知道下一秒 到底是安然过关 还是烈火焚身 对我喜欢 喜欢画过那幅画的你 但我也知道 我不配 我知道你不相信 不是我设计的仙人条 我也知道 你是高高在上的薄家长子 而我只是一个残疾人 我有自知之明 但我确实喜欢你想了解你 更想关心你 可我对你并没有非分知晓 等协议时间到 我会立刻离开 绝不纠缠 说的还真可怜 可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 机智路健壮 只能放大招了 看着对面女人眼角的泪花 男人突然有一点慌乱 不是吧 来真的 那我就让你尝尝 什么才是真的 下一秒 陆之灵连人带头 被拥进了怀里 完了他这是疯了吗 还是又在试探我 无论是哪种情况 我都必须把戏做全 深这么喜欢我 你不相信的话 我说多少变动 嗯 那我要是让你去死呢 没等机智路反应过来 男人就离开了 健壮陆之灵 才松开一直紧握在身侧的双手 两只手满是番茄汁 偷摸进来的丸子头给吓坏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现在恢复了视力 看到水果刀刺过来 肯定会下意识闪躲 所以 我只能用剧烈的痛诀 来抢逼自己不躲不闪 你的意思是 刚才大少爷拿水果刀测试你 难不成你之前是 故意让我把水果刀留在这里 为的就是让大少爷 用刀来测试你 见自家少奶奶点了点头 丸子头更加疑惑了 很简单 我往突然急冲冲地赶回来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通过监控 从身形上认出的那个人是我 在他眼里 如果我是一只装虾 那么他就会觉得 我拿两朵花是在故意侮辱他 给我自己出奇 他杀回来也正是为了证实这些 而我并不想跟着他的节奏走 于是就先下手为强 放一把水果刀作为暗示 至于提到话和喜欢他 也都只是为了强行转移他的注意力 即便宝旺已经查得切实 那我也会把那朵花说成事 对他的喜欢不是无理 这样就可以让他消消气 不会对我进行歇斯底里的报复 不过从目前来看 博旺相信了那个主察是不是我 所以才没有来审问你 丸子头听完对自家夫人 真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少奶奶 你就是我低神 妈呀幸好我只是个配角 要不然在这种豪门 估计我能活个三分钟 这没什么 对自己下手 总比博旺对我下手要好 玩试了丸子头还不忘记八卦 那只铃 你真的小时候就喜欢上大少爷了 没有 我俩本无缘 全靠咱瞎编 暗恋他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上一秒还在播播 下一秒就让人去死 所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书房内 大少爷 老太太请您今晚在家休息 明早带着大少奶奶 同他一起用早餐 我要是不留下呢 那我便要替老爷子和老太太 去准备两根绳子挂您门口 那你告诉老太太 吊的时候舌头伸长点 这样或许还能吓到那女人 跟他一起走 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等我请你滚出去 管家闻言直接起飞 今晚大少爷没有摔门离去 也就是说他同意住下了 哎呀总算能跟老太太交差了呀 卧室内 陆志玲已经准备好了一碗燕污 看来想要经营好 自己喜欢博旺的人设 还真是不容易啊 是谁 女人假装听不出脚步声 然后坐直了身体 博旺一眼就看到 她缠着纱布的双手 于是瞬间就明白 这个女人 明知自己是个瞎子 干嘛还非得去捡那种东西 你是不是大小脑都有什么问题 这也能受伤 我让扶生给你炖了冰糖燕污 还是热的 你喝吗 这女人竟然敢打听我的行踪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住下 机智路一脸老实发娇 我不知道啊 也就是说 不管我会不会住下 她都会准备燕污 这女人还真是 男人没有理她 直接一秒换装 朝着浴室走了过去 过吵不是吧 难道今晚要开张 走了几步 望仔乎的回头朝她看来 漆黑的眼直直看向她 像是要将她看穿一样 冷静一点陆志玲 看来她是料定我一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到 洗澡居然连门都不关 算了算了 还是先吃两口燕窝压压惊吧 很快 男人就走了出来 陆志玲手心疼得厉害 下意识就用一只胳膊夹住碗 你不会以为五热了我就会吃吧 收起你的那些小心思 在我这里 你什么都不可能得到 陆志玲默默把碗放回去 完了完了 她今天真的要在这里住下了 她要是把床占了 那我睡哪里 但很快她又想起了自己的舔狗人设 我帮你铺床吧 你习惯睡哪一边 离门口近的 还是远的 你要和我同床共枕 所以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只要不怕第二天被嘎 机智路意料之中 那我晚上睡沙发上就可以了 你早点睡吧 晚安 关键是和这样的危险物种共处一室 谁还能睡得这样 陆志玲很是无奈 算了 还是好好规划一下 龟七楼或许发展吧 睁眼发现那家伙竟然连被子都没干 要是感冒发烧了 还得住在家里休养 到时候我岂不是得天天经营自己喜欢她的人设 还怎么出去经营茶楼 于是 机智路来到了床边 伯望 你睡着了吗 看来是真睡着了 陆志玲刚准备盖上被子 男人就睁开了眼睛 机智路差点吓得把被子甩掉 但还是故作镇定地继续盖被子 男人目光深邃凌厉 大掌停在他的脖子前形成一个虚握的手势 陆志玲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但所有的动作都属于盲人该有的动作 下一秒就摸索着回去了 哎呀妈呀太吓人了 伯望要是真长时间待在家里 那我不是被看穿就是被吓死 我睡不着 过来给我数数 陆志玲刚睡着 又被吓醒 睡不着你就不能给自己灌几瓶安眠 要好睡一点吗 尽管内心想骂人 但与其依旧温柔 那你回床上躺对吧 我给你数 过来数 望仔一把握住他的手臂 将人拖到床边 就这样数 让一个看不见的人坐在地上 这男人可真是禽兽本兽人扎本扎 开始吧 一只羊 两只羊 我有让你数羊 完了完了 差点忘了 望望不止对牛郎有阴影 对羊也有阴影 紧接着陆志玲改口继续数 二 三 刚数到九千九百九十九 男人就凑近了过来 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地位 财富 现在说 我还可以给你一条活路 以后被我查出来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机智路演技一直在线 我不想得到任何东西 只是希望你能像你小时候的话一样 永远那么开心 那你知不知道刘酸林在身上是什么感觉 见过被打成残废的赌徒吗 不能动 不能死 全身上下只有脑子特别清醒 一日挨一日 陆志玲无语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忘 我已经签了你给的私下协议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得走 有协议又怎么样 人的本性不就是贪婪吗 但是我在你眼皮底下能翻出什么花来 离我离开还有两年不到的时间 如果我有问题 你随时都可以处理我 不是吗 文言忘仔才松开了捏住下巴的手 陆志玲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否则 我会让你后半辈子活得无比凄惨 继续数 看着女人一边回腹 一边揉下巴的模样 男人都无语了 这你都要回味 老天啊 谁回味了呀 我是下巴被捏得太疼了好吧 七之路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只能继续好生好气的数羊 但很快 旺仔没睡着 他自己就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早早醒来的陆志玲 就若无其事地开始打扮 老天啊 我忘盯了多久了 他要是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我迟早会神经衰弱的 还好关键时刻扶生 叫他们下楼给老太太请安 陆志玲简直不要太开心 客厅里 志玲 你现在有了宝宝 要多吃点 哦对了 我听说你在收集证据 准备空到蜂巢和花瓶 是吗 是的奶奶 我已经让人把你那些证据 收回来笑话了 这是还不到打官司的地步 你说呢 文言 陆志玲握着筷子的手 猛的意境 他强忍下仙桌子的冲动 为何薄家连我报仇的机会 都要掐断 我明白了 奶奶 一旁的旺仔 看热闹不嫌是大 你明白什么 老太太是怕你把事情闹大了 你跟我又变成薄家的一桩丑闻 丁玉君文言很是不悦 薄望我是为你好 为你的孩子好 现在所有人都只当你是凤子成婚 要是知道你是背下了药 你的孩子以后怎么立足 他将来怎么继承薄家 此话一出 陆志玲都被惊到了 听老太太这意思 他竟想让薄望和我的孩子继承家业 可是既然老太太看中薄望这个长孙 为什么不给他娶一个门当户 对有助力的妻子 如今的我不过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姑女 就这样想着 老爷子突然憨笑了起来 就是就是 要是让大家知道我大孙子不行 第一次还要靠别人用药太丢脸了 哦 难道是因为薄望不行 老太太才没办法给他找个门当户对的 旺仔都被气炸了 但老爷子还不忘记不道 不过我大孙子就是厉害 毛头小子头一回上战场就能梦出人命 换以前那肯定能当的将军 薄望的脸已经黑了 一言不发的开始解锈孔 还好庸人眼鸡手快把老爷子拖了出去 等你们孩子生下来 我会亲自教养 薄望 薄家该是你的 奶奶一定会帮你的道 怎料男人满脸都是不屑 我的 要帮 是不是也该帮点我想要的 你想要的 对啊 我想咋呀 你老帮一把 文言丁玉君彻底僵在那里 看着薄望离开的背影 机智路仿佛明白了什么 看老太太的神情 他对薄望似乎有些愧疚 难道是因为薄望幼年流落在外 感觉也不太像 这其中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看来薄家比我想的还要复杂 不然 丁玉君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抓住了陆芝林的手臂 芝林你是个好孩子 把宝宝好好地生下来 一定要好好地生下来 机智路有些无奈 本来我也没有不胜的权利啊 御夫人和下夫人 为了上位斗的不可开交 老太太还想培养我肚子里的孩子 成为继承者 这孩子一出生 就得准备好争权夺利 如果真是这样 我又怎么忍心把孩子留在薄家 这边 龟七楼已经被封书打了一阵子了 陆芝林没事都会跑来检查一番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来人正是公家千金公猪卷 天啊 堂堂陆家的七小姐 还要自己出来做这种不入门的小声音吗 哎呀我忘了 陆家已经倒好几年了 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机智路淡淡一笑 是啊 谁家网上数一数没死过人呢 公猪卷有点被噎住 但下一秒就发现了异常 原来你看不见了 你这是瞎了 是 所以原谅我认不出你是哪位 哎呀我是公猪卷啊 曾经和你做过半年同学吗 以前在学校受一点伤 就能惊动整个领导层的大小姐 如今竟然这么可怜 真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啊 陆芝林这样的破落姑女 还是个瞎子 怎么开得起茶楼 公猪卷说罢又联想到了 刚刚陆芝林和那个老男人亲密的样子 难道当年的陆家公主 如今居然尾身于一个老男人 不行 这么大的笑话不能我一个人笑啊 芝林 能再遇见你真好 既然有缘 不如抽空大家聚聚吧 这周末我家要举办一个 为国外山区儿童捐款的天使筹募晚宴 有捐款有拍卖 你和你老公一起来吧 陆芝林知道对方没安什么好心 刚想拒绝 就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的拍卖品 竟然是当初爷爷和奶奶的定情信物 于是 好吧我参加 不过既然是偶然碰见 没什么准备 就送你几罐茶叶吧 你真是客气了 昔月的大小节现在也知道公为人了 可真是风水轮流转让人爽啊 这有什么客气的 本来同学一场 你来我应该送你几罐茶叶 不过你也知道我现在处境困难 白送给你肯定不要 那我就收你个成本价吧 多少钱 三百万 一点破茶叶要三百万 宰猪呢 既然你信不过我 那募捐的事就算了吧 公猪卷又是掖住 我怎么会不信呢 这热闹我看定了 花三百万也要看 随着滴的一声付款成功 这位小姐明漫走啊 很快就来到了天使筹募晚宴这天 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拍下那串手串 但机智路还是想要碰一碰运气 一进门 陆志玲就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嘲讽 旺仔小弟都兴奋得不行 旺哥快别睡了 有亮眉来了 赶紧看热闹啊 话落陆志玲就款款走了进来 还顶着那张赛天仙的脸 旺哥快看 这妞长得不错吗 不过他这眼睛瞎了 也太可惜了吧 毛旺转眸 给了黄毛一个想嘎人的眼神 志玲你怎么才到啊 我都等你很久了 你老公也来了 来来来 里边一起坐 文言整个客厅炸开了波 天哪 陆家小姐怎么嫁了个老男人 这么不挑的吗 风筝被气得牙疼 我只是个仆人 请公小姐不要误会 哎呀你家这位还挺顾及你的面子的吗 不过爱情嘛 讲什么年纪 对吧 机智路始终优雅 淡定的被公主卷安排到了角落 不好意思啊 座位是早就安排好的 没什么空位置了 这里有些冷情 不过你别担心孤单 同学们都会照顾你的 话落 又是各种奚落声传来 机智路依旧气定神闲的作者 没有一丝的激动 杀臂妹妹 壁驰妹妹 你俩快别说了 智琳这些年也挺不容易的 朱娟你不用同情她 这种人我见多了 比塑料袋都能装 今天为了点钱就帮老头子 明天就能像只吸血虫一样 扒在你身上扣都扣不下来 风筝实在看不下去了 想要争辩却被陆智琳拦住了 两位误会了 我也忙 风筝担心我的安全才陪我过来 并不是在装什么 倒是你们 在天使晚宴上不关注慈善 反而平白无故意测 别人的婚姻状况 未免可笑了些 杀臂极眼啊 你想做慈善 行啊 把箱子给她拿过去 捐个千把万的 都行 文言机智路想都没想 就掏出了三百 必吃杀臂都傻了 我去这打发叫花子呢 慈善不是不看钱多少 有心就行吗 一旁看戏的黄毛老弟都无语了 真没想到当年 帝国第一名门的女儿就这德行 拿着三百块就敢坐下 这种死赖着不走的人 真可笑 真是白长这么张漂亮脸蛋了 这种女孩呀 家境一夜轻塌 就找不准自己的定位 一心以为多巴结几个有钱人 就能回到过去的生活 是吧旺哥 国旺没任何情绪 没点骨头 被人侮辱成这样 连一点反击的心思都没有 谁说不是吗 本来还想玩一玩 现在还是算了吧 他连那种年过半百的老头子都棒 我要是被他缠上 还怎么 话只说一半 黄毛就好像感受到了杀意 旺哥 你怎么这么看我 没什么 随便看看 你这脑袋和脖子连的挺结实 长得不错 寂静下的尿不湿都湿了 旺哥 我错了 我一会儿绝对拍个全场 最贵最稀罕的物件 做您的生日礼 怕什么 夸你脖子长得好而已 黄毛只觉得后脖梗梗嗖嗖的 这特么是人能想出来的夸奖词 我到底是哪里又惹到这祖宗了呀 终于拍卖会正式开始了 陆志玲刚准备松口气 一中年男子就来搭讪了 志玲还记得我吧 我是你的同班同学 狗叫的爸爸狗吃屎 哦 狗吃屎 叔叔你好 你这么优秀 不如让叔叔帮你治眼睛吧 不用了 谢谢叔叔 况且我已经结婚了 文言老毕灯更不屑了 你才二十岁出头 这种老头子能给你买几个包 晚宴也没什么意思 叔叔带你去逛街买更贵的戒指 风筝再也忍不下去了 你不要太过分了 把嘴巴放干净点 你把我家小姐当什么 当然是当件玩物 陆志玲依旧云淡风轻 说话的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 多谢叔叔的厚爱 不过您想老牛吃嫩草 也要看看别人愿不愿意 我可没这么大的志向 去挖阿姨的墙角 话落 周围就传来了各种议论声 狗吃屎着急了 陆志玲你别得寸进尺 我看上你是看得起你 不过就是双破鞋而已 吃屎叔叔何必恼羞成怒 谈买卖也得一个愿意买 一个愿意卖 不是吗 买卖 你也配合我谈买卖 你家穿破鞋都有历史了 你问问在场上了点年纪的人 谁不知道你爸 就是受不了你妈在外面天天偷人 才放了一把火 结果把自己全家都给烧嘎 陆志玲忍不了了 拿起酒杯就朝着男人砸了过去 自己下座就巴布的 全世界的人和自己一样 王先生 小孩子都知道 因侠爱而造谣 是件多么可耻的事情 您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狗吃屎都呆住了 完全没想到 已经什么都不是的陆志玲 敢对他动手 拿着桌子就砸了过去 怎么办 不能动 不然就露线了 千军一发之计 妄仔挡在了老婆前面 在看清来人是江北活颜旺之后 狗吃屎急忙低头赔罪 饱少不如我把这破鞋给你拉过来 拧在他身上 话只说了一半 就被妄仔踹了一脚 紧接着就是各种惨叫声 就这样六百一十八分钟后 男人三魂被打掉了八婆 玩世了妄仔便随手坐在了老婆的旁边 懒得动吗 机智路没有说话 但有些人设一旦经营了 就要经营到底 否则容易露出马脚 紧接着就伸手抓了抓妄仔的一脚 我忘 是你吗 干什么 开心 你不会以为我是在替你出头吧 这么爱做白人吗 没有 见到你就很开心了 国王突然拉近 哦 要是姓王的那一下砸在你身上 现在你就更开心了 陆志玲依旧保持微笑 妄仔没在说话 可我遇上就这么高兴 拍卖还在进行 按照邀请韩上标注的出场顺序 陈香手串差不多快要出场了 陆志玲看了眼身后的风阵 示意她一切照计划进行 紧接着风书就举起了牌子 我出四十五万 差那间 细效声充满了整个大厅 这幅画懂的人都知道 他价值五千万都不值 这人却来个四十五万 还是以为能上这简陋来了 接下来出场 好几个价值连城的 真品风阵都举了牌子 每一次不多不少 只举四十五万 一旦有人压过这个数 风阵就将牌子拿下来 好了 接下来这件真品 是公老爷子特地捐赠的 极品齐男陈香佛珠手串 陆志玲的呼吸一顿 他等了一刻终于来了 大家都知道 极品的齐男陈香非常稀少 而要打磨成这样一串 成型的手串更是极难 价值难以估计 不过这串手串上面 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有一颗佛珠上 有孩子的牙印 因此价值有所降低 陆志玲安静地听着 五岁的时候 六哥骗他说 爷爷的手串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 于是他抓起手串 毫不犹豫地一口咬下去 怎料当即就崩掉了一颗门牙 小气乖 不哭不哭 爷爷这就去教训小六 机智路看向了风阵 成败在此一举 我出四十五万 又来 这对夫妻还真是不嫌成笑话 陆志玲 你要找也找得能的金主啊 哎呀杀必妹妹 他都瞎了 能找到的冤大头就不错了 此话一出 整个宴会上的人都哄堂大笑 妄宰只是无动于衷的沟唇 没有任何要帮助老婆的意思 见状陆志玲好似被积德动了气 恼羞成怒地站起来喊了个整数 一百点一万 风阵脸都白了 爷爷 这可是一百点一万啊 宫珠卷差点笑出声来 他身后的老头子看起来 根本没有一百点一万 就算有 看起来也不想拿比四十五万多的钱来哄他 他在这叫破天也没用 等一下 他要是拍下又没钱买 不是又有一场热闹笑话看 这么想着 宫珠卷立刻来了个顺水推舟 各位 志玲是我的老同学 这些年他遇过挺多困难的 既然他这么想要这串佛珠手串 就请各位给朱卷的面子 哥哥爱吧 公家的面子当然要给啊 就怕这位陆小姐拿不出钱来啊 宫珠卷也怕没了好戏看 拿起小金锤就敲了下去 姬志玲激动坏了 成功了 哪怕遭遇一点意外都行不通的办法 竟真的成功了 感谢您为山区儿童做的贡献 请在这里签字刷卡 陆志玲啊陆志玲 你也有今天 这怕是要上演一场金丝却大打金主的好戏吧 姬志玲无比平静 封书 刷卡吧 宫珠卷不敢相信 继续向前嘲讽 志玲啊 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 你一下子花这么多 可别让你的金主为难了 陆志玲没理他 把盒子抱进怀里 心跳在家具 终于把爷爷一辈子最宝贝的东西拿回来了 我手上的钱确实不多 还得多谢公同学 给我添了三百万 又出面让大家割爱 不然我怎么拿得下手穿 文言绿发女才想起了买茶叶花费的那三百万 好啊陆志玲 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这串手穿 怎么会呢 我实在下爱心 还有封书真的只是我的长辈 朱卷同学你误会了 不过我确实已经结婚 而且我先生很好 是我非常喜欢的人 被Q到的忘在仿佛意料之中 这女人是想将我抬出来 趁机在外坐时 自己薄家大少奶奶的身份 这层身份能让她捞的 可不止一串手串 朱俊气得想要跑出朱卷 不知道你先生是哪位名门大少 我认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 差不多就行了 我很珍惜我现在的婚姻 你在造谣 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竟然没公开 这女人 要不是图谋更大 就真是爱得盲目了 机智路不卑不亢 我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 就不多留了 各位 就此作别吧 还有薄旺 我先走了 朱卷彻底气猛了 而前右蚊手串 就想这么走了 不可能 赶紧把她给我拦住 小弟们刚准备上前 旺仔就起了深夜准备离开 机智路见他们不敢动国旺 立刻紧跟上了旺仔的步伐 等下薄旺 我和你一起 身后的众人都呆住了 陆之灵疯了吗 竟敢去追那个火炎旺 这边陆之灵刚走出去 薄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来了电话 嗯 不用担心 已经买到了 一千万 十灵米简直太厉害了 我还以为那个公猪竣会刁难你 为此我还提前许下了生日愿望了 自从陆家被灭之后 机智路第一次这样开心 谢谢你啊福生 还为我提前许生日愿望 你的生日我一直都记着呢 正说着 黑色豪车从他眼前开过 被人踩了一晚上的骨头 就是为这东西 真是 这人不都看到了吗 还这么问 我开了家茶楼收益还不错 所以把你所有的钱都砸进去了 嗯 能用一千万买下了 已经很幸运了 很好 上车 陆志玲有些茫然 拒绝薄望的话 我恐怕会死得很惨吧 我们去哪里 回去睡觉 公家大门内的一众人都看呆了 天啊 陆志玲居然上了薄望的车 他们什么关系啊 一路上 陆志玲发现 这方向不是开往薄家老宅的 但身为一个盲人 他没法说 转眸又看向身旁的男人 所以这家伙到底想带我去哪 就你这双瞎了的眼睛能看到我什么 我不看了 这里的风好特别 我们到哪了 边上是青江 大少奶奶你是闻到江风才觉得特别吧 青江 陆志玲重处着这两个字 有些恍惚 再过不远 就是陆家 原来这么多年 我和陆家竟只有一江之隔吗 很快 车子转入一处奢华高档的小区大门 大少爷 到了 递江亭 整个江北最贵的小区 没有之一 看来这里是博望的私人住宅 可他为什么带我来这 陆志玲一头雾水 我们不回神山吗 进来 聊聊 聊什么 我俩有什么好聊的 男人二话没说 就把陆志玲带回了卧室 然后就猛的凑紧 陆志玲感觉有些不妙 他不会是想 此处省略一万字 博望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喜欢的人 快快活活的过一辈子 但我知道那个人不是我 突然 手机铃声响起 喂 上次说的南洋路你去解决一下 有重要的事情 不去 哦 你当然可以不去 只要你不再挥霍你母亲的遗产 文言陆志玲才知道 打电话的人是博望的父亲 保释财团的最高决策人博争龙 本以为博望就这样离开了 没想到下一秒突然折返 然后一把抢过了陆志玲手里的盒子 佛珠 最是佛珠 各地勤苦绝四大师开过光 你宝贝成这样 我还以为是哪个大师的设立 结果就是开过光 陆志玲很无奈 是是是 丫根不是什么宝贝 所以玩够了就还给我吧 其实这串手串是我奶奶当年送给爷爷的定情信物 我爷爷带了一辈子 所以他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好不容易才拍到 一听是定情信物 旺仔瞬间明白了 你这胆子倒是不小啊 文言机智路却是二连猛逼 什么意思 这和我胆子大不大有什么关系 还装 一口一句不敢肖想不敢贪图 结果却费尽心机拿老一辈的定情信物送我 这心思 不就是明摆着的暗示我 旺仔一边说话 一边将佛珠带到手上 今晚我要是能活着回来 说明你这佛珠有点用 那你这手串我就收了 说完 佛望转身就往外走 一步都不带停留 刘陆志玲坐在风中独自凌乱 收了 我花那么多钱拍下来的佛珠手串 怎么保望就收了 还一副深的口吻 我什么时候说要送他了 他想追出去 但又不敢跑得太快 忽然门口传来叮的一声 陆志玲看过去 有屏幕自动亮起 寂静的脸出现在镜头里 旺哥快看 今晚公家最值钱的宝贝一千年古剑 我觉得特别符合您的气质就拍下来了 您放我进去呗 生日礼物还是在当天收才有意义吗 陆志玲没出声 不是吧旺哥 你这就睡了呀 看着寂静离开的背影 陆志玲立刻想到 在公家前的马路上 他和江福生打电话说起生日的事 博望的车开过去又到回来 他该不会只听到后半句 以为我甘愿受一晚上的侮辱拍到佛珠手串 就是为了送给他吧 学了 这叫什么天大的笑话 算了 还是先想办法回去吧 怎料刚走到电梯门口 无法进行人脸试别 如有需要请刷卡 陆志玲要烦死了 没有博望 我连下都下不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 哎呀不忘什么时候回来啊 陆志玲无聊的看着前方 那边就是陆家老宅的方向吧 自从那场大火之后 风叔将我带到这里便再没回去过 陆家老宅被视为不吉之宅 这些年一直没卖掉 也不知道现在成了什么样 和爸爸妈妈一起种的小树 应该长很高了 杂草应该也很多 三伯母种的花姑祭在胡乱生长 还有后庭的那座小石桥 四哥六哥从小就喜欢在那上面跳跳跳 都跳出了裂纹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坏掉 风阵和江福生都问过他一个问题 这五年来是不是觉得很苦 苦吗 其实他不觉得 比起那些挣扎在温宝县的人 他享受过十五年的荣华富贵 万千宠爱 地遭落魄也有风疏不离不弃 现在又是薄家的少奶奶 有吃有穿 他不苦 他只是觉得游舍入捡太难了 所以他一定要回去 带着所有属于陆家的东西 回到那个对他来说最奢侈的地方 他要回江南城 在那里 过完他的一辈子 就这样想着 突然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不是吧 我望他怎么伤这么重 眼看着男人快速地喝完八杯水 他才敢出声 我望 是你回来了吗 你竟然没走 算了 过来 看着老婆慢吞吞的模样 没东西拦着你 走快点 陆志玲很是惊讶 这家伙怎会伤成这样 电话里叫他去解决一下 就是这样解决 你能站稳一些吗 我去叫救护车 不用叫 你替我包扎 我都看不见怎么替你包扎 那就不弄了 男人一脸无所谓 我先去洗漱 陆志玲吓呆了 如果真让他打了 这一身的外伤 到时候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还是过去看看吧 我帮你包扎 有没有医疗箱 有 你身后 虽然看不见 但机智路还是迅速地包扎好了 还有别的伤口吗 没了 但我挺想知道 你不是喜欢我喜欢的不行吗 所以陪我一起疼吧 陆志玲都无语了 这男人变态吧 天晴了雨停了 包扎完了他又行了 但女人说话依旧温柔 快起来吧 别着凉 我望内心疑惑 老公这样一身伤回来 这女人就不好奇 我是去嘎人还是去放火了 所以你就没什么别的话说 陆志玲有些无奈 这家伙在盲人面前 也太肆无忌惮了 机智路表面想着 无论薄望做什么 都和我没有关系 但说出来的话依旧温暖 以后不要再受伤了 就算我能和你一起疼 你的痛不也还在你自己的身上吗 折腾了这么久 男人终于睡下了 机智路叹了口气 还好佛祝没事 还是得找个机会 把手串拿回来 我望 你能给我离开的权限吗 我怕我待在这里会打扰你休息 但要是你不嫌我打扰的话 话还没说完 女人就被扯了过去 你不是喜欢我吗 怎能放着这么大兵号离开 陆志玲都无语了 但装还是要装一下的 你伤得太重 要好好休息 哦 门口有卡 滚吧 好 那你好好休息 陆志玲转身离开 关门前又依依不舍地看向佛珠手串 就这么潦草地处理伤口 也不知道伯望能不能撑过去 但他好像真的不在意自己的死活 临走之时还留了句 我忘 生日快乐 自从上次在拍卖会上得罪了公猪卷之后 伪弃楼的生意就不怎么好了 这正好在志玲的意料之中 丰叔不用担心 我和季老太太约好今天喝茶 她应该快到了 早就听闻季家老太太为人耿直 极恶如丑 并且和公家老太太从年轻时起便不对付 暗地里的较劲一直没停过 若要找帮手 最合适的莫过于这位了 但令姬志玲没想到的是 季家老太太竟然和自家奶奶一并来了 什么情况 合着这两位还是闺蜜 但是到如今也没办法退缩了 季老太太好 宝老太太好 哎呀老姐妹 这茶楼是我孙子寂静推荐给我的 她说你们薄家用的就是这家的茶 一起去品茶吧 一坐下 季老太太就把志玲一顿垮 而丰叔又借机说出了 过几天茶楼可能会倒闭的情况以及原因 原来如此啊 这个公家也太卑鄙了 就会暗地里耍手段 逼得人家小老板关门 不过小老板你放心 这生意黄不了你的 你上次不是说想和我们家的拍卖行合作吗 这事我答应了 该说不说这正是机智路想要的结果 谢谢你老太太 我一定好好做事 绝不给您丢人 老妹你这也太草率了吧 你们家拍卖行经手的可不是一般货色 若是出了差池怎么办 你放心 上次我约古董商在这看货差点走了眼 还是他一番委婉提醒 我才没找了道 其实我早就想跟他合作了 更何况现在这是扯上公家了 能弃那公老绿茶我就愿意干 文言保老太很是意外 我这老闺蜜向来眼高 可从来不轻易夸人 哎呀这孩子又聪明又会来世 就是眼睛不行 不然我都想把他配给我孙子 多好的孩子 保老太急忙打住 老妹你年纪大了 眼神也差了 人家戴着戒指呢 哎呀年轻人戴戒指就是图个玩 那你也得看看人家愿不愿意 他怎么可能不愿意 全江北除了你们多家 还有哪家能比得上我们计价 保老太有点被掖住 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人家还就是我们保家的媳妇 趁老闺蜜去洗漱的艰心 老夫人终于发话了 我知道你开这家茶楼 以为你只是想有点收入 没想到你竟亲自煮茶代客 你怀着保家的孩子 又看不见 要是有个闪失 你想过后果吗 陆志玲声音大而坚定 我只是想自力更生 如果你觉得保家给的钱不够 我给你家 国家少奶奶可以做生意 但像你这般笑脸迎客 求着旁人合作 只会丢保家的脸面 该说不说这也在志玲的意料之中 索性直接开门见山了 听说国家规矩中 星期入门会拜宗祠 祭祖先登报宣婚 可我没有 婚礼当日 宾客除了保家人 以及您和爷爷的之交好友 在无旁人 新郎不在 也照常举行婚礼 我想 对您来说 我只能算一件过场的工具 给孩子一个正经的来历 至于我是谁并不重要 不是吧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想法 这孩子不简单 陆志玲依旧从容 奶奶 到了时间我自然会走 不会在保家多来一秒 开茶楼的是陆志玲 和保家大少奶奶 没有任何关系 请奶奶成全 丁玉君想说些什么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孩子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在端着保家长辈的姿态 简直就是在仗势欺人 我本以为他家世落魄 会更贪图保家的钱财权势 可他却活得这么通透 积志路依旧从容 茶应该冷了 我帮您再倒一杯吧 望着如此不卑不亢的女孩 丁玉君突然有些同情 你当初 是不是并不想嫁进来 我没有选择 不嫁 等着我的就是保家的雷霆手段 强行流产 对我来说和死没有区别 文言丁玉君更加心疼了 好孩子 嫁进我们博家委屈你了 也没那么委屈 外面的人以为保家 也买过归期楼的茶叶 我这才有声音 丁玉君深深地看着他 越看越觉得他那双眼睛 其实并不呆滞 而是清澈坚韧 如果没有真实菜单 别人也不会赏识 你的茶真的很好 你想做陆志玲 就好好地坐下去吧 奶奶不说了 谢谢奶奶 没想到保家老太太 会这么好说话 其实我不是嫌你的家世背景 是我知道博望那臭小子 他根本不是良配 你们的婚姻 便是我以命相逼 才让他认下的 我能逼他一时 逼不了他一时 就在此时 突然志玲来了电话 你好 是哪位 过来 对方只留下了 冷冷的三个字 想都不用想 连奶奶都猜到了 就是望仔那臭小子 没等志玲开口 奶奶就开了口 是不忘找你吧 去吧去吧 临走之时 风叔担心自家小姐会饿 又给他准备了 营养餐陆上吃 很快 陆志玲就来到了地浆亭 他电话里过来的意思 是指这里吧 怎么没声音 该不会 他终于撑不住嘎了吧 机智路正一问 房内就传来了 不耐烦的声音 紧接着陆志玲 拿着手杖朝卧室走去 你伤好些了吗 后来有看过医生吗 你怎么这么啰嗦 过来给我换药 所以这家伙 这么急着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一个盲人 给他换药 这是正常人的脑子 你有换过药吗 懒得换 机智路都无语了 我看你这家伙 都懒得活吧 陆志玲无奈地 将便当盒放到床头 准备换药 终于618分钟后 机智路甩了甩发酸的手 好了 旺仔还是一脸 认真的盯着媳妇 你是不是这几天 都没有吃饭 你还有伤 这样会撑不住的 打不了 说吧男人便注意 到了桌子旁的便当盒 打开 里面是热气腾腾的饭菜 第二层则是一些常备药 有感冒的退烧的降压的 怎么这么多药 机智路沉默 完了完了 不会是风输自己的药吧 这下误会可大了 我看起来像有高血压 陆志玲一脸真成 没有吗 没有也没关系 都是一些常用药 有备无患吗 我这身体用不着 被降压药 你难道不清楚 表面上的机智路 我知道了 实际上都炸毛了 再怎么嚣张 等年纪大了血压 还不是蹭蹭蹭就上去了 转头发现男人 竟然在床上吃饭 强迫症的机智路直呼受不了 算了算了 关我什么事 我不看不就行了 我让你走了 行 你是少爷 听你的 直到清楚地听到了 吃饭的声音 果然还是忍不了呀 不要在床上吃东西 你再管我 在床上吃东西影响消化 去外面吃吧 外面没桌子 陆志玲无力吐槽 所以这人平时都不吃饭了是吗 那就去露台吧 你在房间里躺了三天 外面天气好 正好呼吸下新鲜空气 好不好 陆志玲 你真把自己当的人物了 我叫你过来 只是觉得你好用而已 不想呆就滚蛋 好一个好用而已 我真该庆幸自己 不是真的喜欢博望 对不起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你还有伤 不要生气动猛 影响恢复 如果你不喜欢我呆在这里 那我就先走了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陆志玲本来就不想留在这里 说完转身就走了 之后男人再也没了胃口 不知为何莫名心烦 紧接着还真的跑到了露台 天气好吗 什么破阳光 季老太太十分欣赏陆志玲 没多久就准备将一次 小型拍卖会的场地 设在归期楼 消息传出后 茶楼生意明显好转 陆志玲也变得忙碌起来 而经过上次的谈话 丁玉君也开始频繁光顾 曝光喝茶 还喜欢东一句西一句的 拉陆志玲聊聊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 即将临近拍卖会开展的日期 七志路知道这种时候 肯定会有人搞事情 所以特地嘱咐 风书和扶生做好防盗措施 这一次我不打算挣多少钱 我要的是圆满完成 不让季家失望 这天 丁玉君又来看孙媳妇了 志玲今天我找你有一件事 明天你空出些时间来 伯望父亲回来了 明晚你和伯望回家吃顿饭 陆志玲正了下 您让我通知伯望 你们是夫妻 当然你来通知 奶奶 我和伯望其实不太熟 我叫不动她 老太太是不是记性不太好 上次明明都说开了 我不会赖在保甲 时间一到就走 怎么她这回又一口一句夫妻了 你不是有她的电话吗 你打个试试 无奈志玲拨通了旺仔的电话 丁玉君笑得亲切 陆志玲笑得淡定 不出所料的话 再想一声 就要自动挂断了 然而意外总是在意料之外 电话那头响起了低沉的声音 干什么 姬志玲当场实话 难道是没从我号码才接的 我是陆志玲 明天你父亲回来 奶奶让我叫你一起回老宅吃晚饭 明天的是明天再说 今天的饭给我送过来 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 我什么时候成了她的送饭老妈子了 陆志玲无语地看向丁玉君 苍天可见 她没有天天给她送饭 真的没有 一旁丁玉君笑得眼睛都弯成一道西月牙 没等陆志玲开口 她就开了口 好了好了 你去找她吃饭吧 我先回去了 明晚记得一起回来 我等你们 姬志玲无奈叹气 之前庄家是为了避免麻烦 也更容易看透周围的人心 老太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 早晚看穿她在撒谎 看来应该找个时机恢复势力 豪门是非多呀 我只想守好我的一亩三分地不行了 突然志玲注意到了一脸笑意的丸子头 扶生 怎么这么开心 我今天遇上我学生时代的男神了 什么男神 就是负责拍卖会安全的安保公司队长啊 你今天也见过的 他叫李线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这么帅 志玲你是不知道啊 他上学的时候那么高冷 没想到现在变剑坦了 还和我说了好多话 他说他还是单身呢 不过我觉得他好像喜欢你 姬志玲没想到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 可我和他都没说上两句话呀 是真的 他还问我你戴着戒指是结婚了吗 怎么老公不来帮你的忙 还问我你身边平时一行多不多 你在茶楼都做些什么 文言路志玲立刻明白 你确定这是喜欢 怎么更像是在打探他 那你怎么回答的 你绝对想象不到我有多机智 直接掐断了他的心思 我说你从小就喜欢你老公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为了他呀 你平时都不愿意跟异性说话 不做事的时候就是在想老公 聊天就聊老公 那个志玲我不会说错了吧 你不会喜欢李仙吧 陆志玲笑着敲他的头 你明知道我的心思根本不在这种事上 好了快点做菜 我还要给伯旺送去呢 也不知道伯旺又是抽的哪门子邪书 与此同时的疆变 小弟李仙又抓到一个小人 我再也不敢监视保守了 我什么都交代 伯旺已经见怪不怪了 周围监视的人中 就这小子离得最近 旺哥在家养伤那么闲 不做这小子做谁 男人悠悠开口 也是条命 别太过了 献献老弟表面回复 好的老大 实际心想 旺哥这妥妥的佛口阎王心 我信了才有鬼 旺哥 您刚才接了电话 东西没看完 还看吗 看着男人认真的模样 也不知道旺哥为什么 突然对那个女人这么伤心 报告旺哥 我仔仔细细盘查了一遍 在嫂子 我不对 是大少奶奶嫁进薄家之前 她在封家的房子里待了五年 几乎没怎么出过门 人际关系一片空白 应该不会被别人收买 和玉云飞以及夏美琴 也没什么联系 目前为止 大少奶奶干干净净背后 没有任何事 所以您不用担心 她是谁的眼 男人语气冰冷 也就是目前为止 可人的本质就是善变 我也去找了我那位老同学江福生 她为人单纯 而且并不知道 我是您特地派过去打听的 所以没有对我设防 说的话很有参考性 李先报告着 伯望正好翻到 他和江福生的对话内容 国旺看着这行文字 低谋逆向自己 腕上的佛珠手穿 目光越发忧沉 也就是这女人开茶楼 除了买这个手镯之外 就没有任何开支 连件衣服都没给自己买 好了 这份资料 但凡有一出错的地方 你就不用活着来见我了 保证没错旺哥 继续监视 李先报住资料 有些不解 还监视 监视什么 当然是监视 他什么时候背叛我了 现老弟很是莫名 旺哥做事一项随心所欲 一旦怀疑 向来都是直接处理了事 这次为何还要费心去监视 这到底是想人家背叛 还是不想人家背叛 突然旺仔回了头 你下手太重容易造杀孽 赶紧把人送医院 好嘞 我马上把他扔青江喂鱼去 伯旺看他的眼神跟看白痴一样 你耳朵要是没用了 我替你打下来 看着旺哥离开的背影 现地人都傻了 什么意思啊 真送医院啊 这边的陆之灵有些烦躁 这个宝旺 叫我来送饭 人又不在家里 还不接电话 该不会是在故意耍我吧 他就这么讨厌我 刚吐槽完 伯颜旺就出现在面前 奥斯卡路一秒入戏 正要向前走 突然被一股大力带进怀里 宝旺 你回来了 怎么知道的 闻出来的 旺仔有些惊讶 这女人居然把我身上的味道都记牢了 我看你准备走了 是等得不耐烦了 不是 我怕你不喜欢我待在你家 便当和我给你放在门口了 嗯 这么听话 我不想你不开心 是吗 那一起走吧 随即两人来到了卧室 伯旺顶着这么一张脸 就是狼吐虎业也不会难看 可是他吃饭归吃饭 非要把我带回来做什么 不行 我得找个借口离开 正想着 男人突然打开了新闻频道 博士财团刚刚发布公告 正式拿下风鸣区南阳路的黄金地款 之前连各大议员都参与进去闹得沸沸扬扬的土地风云 终于落下为命 博士财团称 即将在这里建立全新的经济圈 改变风鸣区固有格局 机智路听后瞬间明白 南阳路 不就是之前博征荣叫他去解决事情提到的地方吗 风鸣区的经济被其他几个财团牢牢掌控着 薄家的势力在这个地区并不占优势 一直没能插足 博士生日那天带着一身伤回来 接着薄氏财团就改变了风鸣区的固有格局 这些大家族背后 总有些人在料理见不得光的事情 薄家背后的脏势难道都是薄旺在做 如果是这样 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为什么薄旺身为薄家长孙 形势却荒唐很厉 为什么他不受薄家约束 江北城里也人人记他如鬼如神 正是因为这样 丁玉君老太太才对薄旺这个长孙心怀愧疚 毕竟是亲孙子 如果有一天彻底都不住 薄家不会有事 推出去的只有薄旺 陆志玲发现这是不能细想 一细想遍体都生起寒意 薄家竟如此龌龊 陆家一片和谐 根本不会有这种推亲儿子亲孙子出去做赃事的事情 所以那薄旺呢 今天晚上的家宴如果你不想回去就不要回去了 我和奶奶说 旺仔觉察到了什么 你知道什么 看着对面男人的反应 陆志玲知他猜对了 什么知道什么 你身上还有伤 家宴人肯定也不会太少 赖伤应酬太累了 这么关心我呀 那不如陪我一起嘎好了 志玲不经醋眉 三句话不离嘎字 要不要这么丧啊 怎么 不愿意 不愿意 我想活着 呵呵 就这还说喜欢我 活着有什么好 有日出日落 有山川河流 有万物生长 是啊 还有你瞎了的眼睛 有你想打打不了的孩子 所以陆志玲 五年了你分得清 自己在人间还是地狱吗 一瞬间志玲仿佛看到了那年的悲剧 他的话也太治愈了 差点被带沟里去了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和我一起去西天 机智路口齿伶俐 不管是人间还是地狱 我都要在这里有一席之地 因为已经离开的家人 因为那些和大家相处的深刻记忆 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 所以我要活着必须活着 因为这五年我没寻答 我才会遇上你 凭这一点 我就觉得活着很好 这个答案显然出乎旺仔的意料 遇上我就觉得活着很好 志玲见状赶紧趁热打铁 急忙握住了旺仔的大手 我忘 我不知道你画过那幅 出生后经历过多少时 心态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如果你觉得过去太痛苦 那你要斩断的应该是过去 而不是自己的未来 你在跟我畅想以后 你有这个资格吗 志玲都无语了 这人到底会不会抓重点 在他心中 我到底是有多爱他呀 机智路一秒温柔 我知道我不配陪你走到最后 我只希望你能再等等 等一个能让你觉得 活着很好的人出现 和你一起开心坦然地走下去 耐心一点 博望 会有那个人出现的 陆志玲觉得自己 都快被自己洗脑了 这个活颜望 不可能不吃这一套 好大一会 旺仔都没说话 我累了 去睡觉 很快就来到了 薄家晚宴的这天 电会上 薄家众人聊得甚至愉快 不知道为什么 机智路明明对博望 没什么感觉 甚至特别想逃离他 可看到这样的场面 他想到的却是他一身 鲜血伤痕跌跌撞撞回家的样子 所以对于这个 高高在上的家族来说 薄望算什么 薄望或许是个坏人 可这些人 难道就是干净的吗 芝林来了 快给你父亲敬茶 机智路瞬间头皮发麻 拜托请让我做得 小透明好吗 父亲 请喝茶 薄真蓉面沉如水 不杯不喜 菜都上了 先吃饭吧 老太太见状不满意了 真蓉 这是薄望娶的太太 是我和清琳看重的长孙喜 你作为父亲 长子结婚不到场 老太太被灌什么迷魂汤了 这女孩一态倒是不错 刚回家 没必要和母亲生贤喜 也罢 就顺了母亲的一把 芝林是吗 你身体怎么样 怀了孕要多注意休息 我挺好的 谢谢父亲 陆芝林奉完茶缸 准备默默退场 又被老太太叫住 你和薄望的婚礼办的仓促 当天也没让你给家中 各位长辈敬茶 趁今天都不上 文言夏美晴和玉云飞都傻眼了 看来 这女人是老太太的心肩宠啊 完了这下我算是吸引了 薄家所有人的注意 可这未必是件好事 果然下一秒 夏美晴就拿陆芝林 前天踩到自家宝贝的脚 开始说事了 一旁的玉云飞也开始煽风点火 无奈咱们芝林 只能装成小可怜认错 那天的事我知道 博真 谁对谁错 你妈分不清楚 你总分得清楚吧 小仔子文言 立刻麻溜开口 奶奶 我知错了 小孩说完就质问起了芝林 我大哥呢 怎么没回来 我望身体有些不舒服 在地江亭那边的房子休养 哦 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进我们薄家的门 连家宴你老公 都不跟你一起回来 大哥肯定是不想看到你 文言薄真蓉脸都白了 薄家的七大姑八大姨 也是各种吐槽 薄望有多差劲 脾气臭 不孝敬长辈 狂妄自大 物学无术 一摊烂泥 尤其是这位二叔公 直接带头吐槽 反正就是怎么不好怎么说 终于吐槽了618分钟后 好脾气的知灵都受不了了 二叔公 薄望的确是不舒服 才不能回来 他在南洋路受了伤 就是薄家刚拿下的那块地附近 文言薄真蓉脸色更差劲了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向二叔公解释薄望 并非故意不笑 别误会他而已 薄真蓉沉沉的盯着他 隐约有谣发作的迹象 然而老太婆却是一脸欣慰的 看着孙媳妇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忽然压轴的男人登场了 是薄望 我还以为他不会回来 胸膀男差点高兴的起飞 大哥 你回来了呀 无奈夏美琴拧着宝贝儿子的大腿 将他强行按坐下来 旺仔漫不经心地坐到老婆旁边 你伤好些了吗 男人意味深长地看向二叔公 还没死 索性就爬着过来了 人以为薄望来了 大家应该都消停了 没想到下一秒 侍女直接端上来一盆羊汤 陆之灵人都傻了 这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薄真蓉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对羊有阴影吗 我在薄望面前连鼠羊都不行 作为父亲 他却让儿子吃羊肉 老太太刚想说话就被儿子打住 连那不值一提的过去都面对不了 你还能做什么大事 玉云飞也跟着附和 这可是你父亲的心意啊 香的嘞 知灵看到汤中还有仰眼睛的一刹那 一股反胃感顿时涌上来 旺仔没说话 只是冷冷一笑 既然你们不想好好吃这顿饭 那就都别吃了 众人立刻惊呼着站起来 薄望你简直是忤逆不道 大少爷可真是了不起啊 真蓉你没事吧 快擦一擦 见薄望转身就要离开 薄真蓉给气得肝疼 薄望你想干什么 我看你是反了天了 来人 把他给我按下来 上加法 看样子是免不了一顿加法了 丁玉军一脸担忧 刚想阻止就被打住 母亲您再补我 我家以后就轮不到我做主了 关键时刻 还好有我们机制路 奶奶你别怪薄望 羊汤的胃太山了 我闻得很不舒服 他只是想帮我把羊汤拿远一点 他是不小心的 一帮看戏的都无语了 果然是个眼睛瞎的 薄望的那个动作是拿吗 那叫掀桌子 老太太瞄懂 芝林这孩子 他是在帮薄望解围啊 好乖乖 奶奶知道薄望不是故意的 都是文管家的错 你是孕妇 怎么能把羊汤这么扇的东西 摆你面前呢 好了 你先回去休息 这里奶奶来处理 文管家健壮默默垂下了胖胖的脑袋 这个家终究还是我承受了一切 乖乖陆摸了摸自家老公 然后又挽上了自家男人的手腕 我们走吧 郭真蓉怒目而是 薄望 今天你赶走一个试试 话落 几个保镖又要上前 陆志玲也顾不上众目睽睽了 一个转身投进博望的怀里 扬起白镜的小脸 又委屈又软 你陪我 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难受 博望低眸看着眼下的小可爱 侯姐滚了下 立马将老婆横抱起来 不好意思 我老婆太粘人 就先回房了 说完 奥斯卡影后和影帝就纷纷离开了 薄家主气炸了 这个不孝子 给我拦 这回轮到老太太硬气了 真蓉 这个家是你做主 整个财团是你做主 那请问知灵的肚子 我这个老太婆能不能做主 能不能过问 薄真蓉被整得无话可说 知灵怀的是我第一个重孙 容不得任何闪失 现在知灵不舒服 就让他们夫妻去休息 若是有人不满 就说出来 我老太婆亲自给你赔不试 话落 小辈们也都不敢置身了 玉云飞有些不悦 话说这还是第一次 勃望惹薄真蓉发怒后 没遭假法 真让我白费了这么大功 不过以后有的是机会 夏美琴这边却在幸灾乐火 玉云飞那女人就喜欢挑活声势 再在真蓉面前卖弄温柔 怎么样 今天打脸了吧 但老太太对那个陆志玲态度很特别 又是拉着她进茶 又是给她撑腰的 明显是认定这场孙戏了 所以说 老太太不会是见薄望不行 就打起重孙的主意了吧 正在玩耍的薄真突然开口 你们可真无聊 这个家本来就应该是大哥的 不知道你们两个小妾抢个什么劲 什么小妾 我看你是玩游戏玩傻了 你和玉亦有结婚证书吗 没有吧 那放古代不就是妾吗 夏美琴气的脸色轻了又白 白了又轻 玉云飞已经人老珠黄了 只要你争气 你父亲迟早会和我结婚 我的名字迟早能上薄家的祖谱 我都八岁了 父亲真要娶你还用等到现在吗 说不定再过几年 又有新人进来 你就和玉亦一样了 要我说 大哥继承博家才好 不像二哥头上顶着个玉亦和我们的对付 我们啊 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紧紧抱住大哥的大腿 省得以后没好日子过 你这个凶宝男 天天跟着了摸一样大哥大哥的脚 博王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堂 他眼里有你吗 还抱大腿 你妈我谁的腿也不抱 我就要看他们两边厮杀 坐享其成 少年老成的珍宝都无语了 三十多岁的人还这么天真 没救了 臭小子这什么话 我这到底是生儿子 还是给自己生了个爹啊 浴室里 陆之灵有些烦躁 哎呀 刚刚嫁言我为啥要出头啊 就算博王被罚 事后我端晚汤去关心一下照样能应付他 所以我这脑子是被驴踢了 现在连薄家真正当家做主的博真容我都给得罪了 不过我洗了这么久 薄王应该走了吧 他和他父亲闹成这样没理由还留在家里 怎料刚推开门 就看到一个帅气的背影 很好 今晚又要睡沙发了 紧接着又发现薄王正低头把玩铜器小狗 鸡之鹿生气了 这个薄王 带我的佛珠手串 玩我的铜器小狗 他怎么那么会跳 不是我失之如命的东西就不拿 忽然旺仔抬眼看向老婆 怎么突然感觉这女人还有点漂亮 穿这么短的睡衣 你故意的 嘴上说着配不上 对我没妄想 还不是一回房就要先洗澡 女人 你的心思我已经猜中了 傲娇路见状直接转身 哦 那我下次多买两件睡衣 走什么 过来 旺仔就像是召唤自家储物一样 然后拍了拍自己的大长腿 过来坐 鸡之鹿再次无语 坐哪 让你坐你就坐 废话别那么多 小火山快要爆发了 这连个凳子都没有 薄旺是想让我坐他腿上 故意讹人是不是 好气哦 但还是要保持温柔 博旺 我看不到 但我听到你动了 所以你别欺负我 被看出心思的旺仔一点也没心虚 算了不做就拉倒 陆志玲知道这家伙又要搞事情 于是急忙转移注意力 博旺 你在我心里实在太重了 从到我不敢拉你下距 哪怕是短暂的快乐也不行 我只希望 你身边的人足以与你相配 还有 羊肉真的很善 我也不喜欢 不喜欢的东西 就算一辈子不去尝试 也没什么可惜的 字字不向关心 字字都向关心 薄旺的谋色迅速变身 直勾勾的盯着老婆 今晚你不用睡沙发 过来帮我暖床 不是吧 这家伙又在搞什么妖蛾子